近日,郑爽微博小号事件一直占据微博热搜榜首,惹得网友一片热议。 郑爽官方后援会一直在更博并发布声明,提醒大家不要去控评。 但是在2月19日,郑爽官方后援会却突然发布郑爽官方后援会解散公告, 称近段时间联系不到关于郑爽的任何消息和相关负责人,此微博被秒删。 稍后,郑爽官方后援会再次更新微博,发布后援会解散及致歉公告。 公告中证实官方后援会解散,并表示上条微博的言语方式实在欠妥,措辞不严谨,感谢大家的陪伴。 网友看到解散公告后,曾曾表示非常的心酸,并安慰称,还是想说辛苦你们了,未来一起继续走下去吧。 以郑爽小号在下方留言,其实郑爽是觉得他们付出太多了,不忍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